今天就教大家如何 把两脚插头 变成三脚插头 很多人在淘宝买电器的时候 买到两脚插头 我们将它变成三脚插头 首先我们找到两脚插头的电器 我们需不需要理解这两脚插头 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找到它的电线 找到它的电线 找到它的电线 我们要做一个步骤 就是剪开它 你用剪刀剪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用剪刀剪刀剪 剪了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内皮 其实 它有两条铜线在里面 一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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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条红线 我们中文叫火线 一条红红线 一条红红红线 即是水线 即是蓝红红红线 我们要将这两条线 铺在三脚插头里面 首先我們試試拾開三腳插頭 你用十字螺絲批或一字螺絲批 拾開它 通常是一顆螺絲或兩顆螺絲 拾開它裡面 我們見到有三個部份 這裏有一個Fuse 這個Fuse 通常有一個L字 Live 接條火線 這裏N 如果你細心看 它有一個Blue 字 接條藍色線 你只要把紅色線 拾螺絲拾到這個位置 然後把藍色線拾到這個位置 接駁就會完成 OK 我們首先拿出電線 如果家中比較高的觀眾 應該會有開線器或開線刀 我們先重視一下 都不是太好 OK 如果有開線器或開線刀 都可以用開線器或開線刀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們也可以選擇 用一把Cutter 我們可以直接 將這裏 剪開它 拖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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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我真的不懂怎樣拖開它 不要緊 我們沿著條線 這樣轉一個圈 將條線轉一個圈 轉一個圈 它應該有一個痕 你只要重複這個步驟幾次 你就可以開到這條線出來 這裏 雖然開到出來 但我們出現了少少問題 看見這裏電線 這裏的破口 電線其實就傷了 我們最好就不要用這一節 好了 如果我們 想輕鬆一點 我們專業用一把開線刀 我只要把 那個線放在這裏 設定 按上下的長度 只要一按下去 整條電線就會開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分了紅色和藍色兩條線 我還想開小一點 什麼意思呢 我要金屬外露 我們待會才可以扭到螺絲 你當然可以用剪刀 慢慢去開電線 如果我們冷一點 我們用開線刀 其實就這樣按下去就可以 比較方便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開了兩邊線 金屬線就是外露 紅色就是火線 藍色就是水線 我們下一步 只要把它 配合到這裏 扭緊螺絲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我們會把它摺到 這個有Fuse的位 藍色我們會把它摺到 藍色這個位 OK 這個插頭入面的螺絲 是一字批的 我會用一字的螺絲批 大家要記住 如果你要確保金屬面 是可以接觸到這個 金屬柱 不可以 你當它扭螺絲下去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 這個金屬體接觸到的 是裏面的銅絲 而不是膠皮 如果是膠皮的話 就會連接得不到 好了 紅色我們接完了 接著我們接藍色這條線 我都接了下去了 我可以開始擺螺絲了 開始擺螺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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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兩邊都領實之後 我們看到都完成了這個工序 兩邊的銅絲出來了 接駁得OK 我們再看看這裏 銅絲都出來了 突出了少許,不要突太多 這個接駁已經完成了 這個時候我們只要把膠蓋蓋上去 然後這裏有一個螺絲 你上這個螺絲 這個工序就完成了